在洛杉矶的罗斯密市第一个华裔的女市长上任了 在9号的晚间罗斯密市的议会家委中心举行一个就职仪式 而现在第一位的华裔女市长她叫做劳朱嘉怡 现在在数百位的官员还有市民的见证之下宣誓就职 罗斯密市第一位华裔女市长劳朱嘉怡以及副市长贝尔尔罗康 晚间在数百位民选官员市民的见证下宣誓举行就职仪式 劳朱嘉怡对于出任市长信心买买 也感谢市议会同仁的支持和市民的信赖 然后呢 比赛事劳朱嘉怡是很重要的 多一点的生意 多一点的 比赛事劳朱嘉怡可以来我们罗斯密发展 我们会把我们的政策弄得比较 比较重的一点 所以令我们的 比赛事劳朱嘉怡可以多一点的相机 那么呢 还有啊 还有很多东西我也想要做 我也希望可以听多一点在我们罗斯密的 他们想我们的市里做什么 我们可以考虑一点 所以在这天呢 很开心很多人来参加 就是他们对我很多很多的支持 这么多年 所以这一年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所以希望在罗斯密的朋友 在附近的朋友多多支持我 好 谢谢大家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选区代表曾建伟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选区代表罗佩婷 马刘艾琼和多位华裔民选官员都出席了就职典礼 并且颁发贺壮祝贺劳朱嘉怡 今天非常荣幸呢 代表我们华裔民选官员协会 来参加我们的副会长 这个Paulie Low 当选为罗斯密斯的市长 Paulie呢 是一个非常尽职的一个市议员 在过去多年来呢 一直为我们市民做出很大的服务 这次我们相信他作为市长 也是我们罗斯密斯第一位女性的华裔市长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那么也期待着他带领着罗斯密斯 为大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我们的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家园 罗朱嘉怡宣示就职后 他也希望在市长一年任期内 继续促进市议会的团结 积极推动多项社区服务计划 吸引商家投资 创造工作机会 增加市府财库收入 也提升社区的安全以及加强环境保护 中文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